那时候,耶稣的父亲和母亲对西莫昂关于耶稣所说的话,感到惊异。 西莫昂祝福了他们,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, 看,这孩子已被立定,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兴,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 至于你,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,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